说到王宝强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现在他已经从跑龙套到娱乐圈中占据一席之地 他的表演深受观众的喜爱 由王宝强主演的喜剧影视作品效果和口碑都非常好 从太炯到唐人街探案系列 他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欢声笑语 前几年王宝强和马荣离婚的事情相信大家都听说过 如今马荣备受诟病 而王宝强却过得越来越好 如今也有了新女友名叫冯青 冯青是模特出身长相标志 并且也是名校毕业的高材生 但与马荣不同的是 自从与王宝强在一起之后 他却十分低调从来不会过分张扬 媒体第一次拍到他还是在王宝强妈妈的葬礼上 本来王宝强是两父子生活在一起的 后来王宝强有了新女友后 去年媒体拍到两人已经开始同居了 王宝强也将自己公司的部分事物分出来给冯青管理 重要的是 王宝强的儿子和冯青相处得还不错 并亲切地叫对方小冯冯 如今有传言称王宝强核心女友秘密结婚喜结联礼 其实在王宝强母亲离世时 有媒体拍到冯青和宝强一起回家守校 看来冯青已经得到了宝强整个大家庭的认可 不得不说这一对很般配 看到如此甜蜜的一幕 马荣也不淡定了 他在网络平台上公开嘲讽冯青 不过这样的做法于事无补 王宝强带着儿子和冯青依旧一同生活 王宝强和马荣离婚时 一时之间有很多声音质疑 儿子长得不像王宝强 反当和宋哲有点像 当时他儿子还小 看不出个所以然来 如今王子豪长大了 他的五官神情越来越像爸爸了 不得不让人感叹 血缘就是这么神奇 虽然王宝强的知识水平不高 但在教育儿子上他十分用心 采用了爱和陪伴的方式 而马荣坚持穷养儿子 抚养女儿的骨化 他努力地把女儿培养成名愿 每次和女儿露面 母女二人都是全身名牌 马荣经常给女儿化妆 但很少看到马荣在孩子学业上下功夫 在马荣的照顾下 他的女儿年纪小小就看起来很成熟了 耶马荣的做法你怎么看呢